哈囉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烏塔TV OK 今天烏塔呢 欸 我OK 都有嚇到你 哈哈哈 哈囉 那麼今天就跟蛋先生來一個 日本博覽會的開箱 今年的日本博覽會呢 跟去年的不一樣 多了很多的手工藝人在這裡 非常非常對烏塔的口味 而且他還多了很多書法藝術家 他過來法國這邊做宣傳 可能是2020年是東京奧運會的原因啦 感覺這次的勢頭有點大 日本那邊過來的東西比較多而已 烏塔這次呢 買的東西沒有像之前買那麼白痴 因為之前有很多東西淘寶也能收到 我也買了 這次買的東西雖然買的不多 只買了三樣 但是每一樣都是 好真的耶 你覺得有你的東西嗎 有沒有 買回來就這麼一點點 就這麼一小袋袋 很小很小 你看一下有什麼 哎呀呀呀呀 Duncan 第一個我介紹的就是 這個明信片呢是他送的 這個品牌也是首付的 這品牌也是首次的 不能讓我打你 就是 他專門做那些的毛髒小鳥 哇 超級豪台超級大 deal 二味媽什麼的 有興趣可以暫停掃掃顏 我是一個很慘買少爪債的人 對一些設計特別的用心思去做的東西 就是非常非常喜歡 會場當時呢是有很多那種小樹樹 就小樹樹上面有小鳥那種 然後他還讓我摸一下 其實也很喜歡 但是自己還是比較實用主義的人 就買在家沒有辦法擺 好浪費咯 就買了一個比較實用的東西 就是他裡面整個店 就唯一我覺得比較實用的東西 這個小鳥的髮枯 我自己覺得還是蠻實用的吧 因為我經常拍影片可能需要 這個是什麼鳥啊 我不知道什麼鳥 我看他那個手作者呢 他自己帶的是一個雙頭鳥 就是他的頭上有兩個這個 一個是這個色 一個是綠色 但是他說那個是古麥的 就只有他自己做而已 我去到的時候應該所剩不多了吧 寫完了 好 寫完我們繼續 好精緻 我就很怕他會弄壞 很結實耶這個 好硬的毛簪 好可愛喔 後面的那個尾巴呢 還是有一點點綠色 就是他另外再刺了一點點層次在上面 哇 好可愛喔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看一下小鳥 看一下 媽咪 我覺得這樣 你有沒有覺得這樣 好可愛的小鳥 呵呵 好帶爺 超可愛 下一個要介紹的呢 就是一個手製的胸針 它裡面的手製呢 我是非常非常非常愛 就大家可以看一下影片 可惜它只有兩款 它一款就是T-Tip 一款呢就是胸針 然後其實胸針我覺得還可以的 因為如果你有時候冬天 穿比較深色的衣服 然後你別一個在胸口 我覺得非常別緻 因為remote的話我之前有玩 我覺得做工是一般 遠看是ok 但是細看的話 經不起的也推敲 種類還蠻多的 有sushi 便當 拉麵 但是我覺得這個造工是最複雜的 大家先生你可以開這個嗎 這好漂亮喔這個 喔它這個蓋子是磁鐵的 天啊 好厲害喔 花盒胸針 磁鐵的蓋 打開 這個太漂亮了 好豐富的一頓飯 天啊先生 請你吃個便當 Douzo 你也想要吃 這個東西我應該列為 重點保護的一個飾品 Next 最後一個買的東西呢 就是小戒指 我是在一家專門賣 食物模型飾品的那家店去買 好吸引 因為日本是很喜歡給你名片 但是我覺得名片也很重要 就這一家店 嗯 烏湯買的呢 是小熊巧克力戒指 這一個 喔好可愛啊 旁邊有個這個蝴蝶結 背面是這樣子 現場的款式呢其實有很多 但是小熊巧克力的話 我覺得比較少見 而且小熊的蝴蝶結 不是繫在那個 脖子正中央 它是繫在側邊 特別特別淑女 好可愛啊 但是你看一下這個 哇 好今天的節目就差不多到這裡 B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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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CRU 你以為今天節目將結束嘩 沒有 今天同樣有抽獎 不是抽你啦 你乖乖的 所以抽獎的東西就很好玩 也是跟日本動脈有關系 但是也是跟法國有關系的 百變小英 克麗亞新版的第一集 法ảng版 法語版的 因為我第一集的日語版看完了 所以我自己買的是日語版的第二集 日語版的話呢 他比法語版的新版克麗亞 要小那麼一點點 大小不太一样 去年JPXP上面就很多人 Cost Salamon 今年就非常多 Sakura这样的东西 而且我买的是第一集嘛 第一集就通常就比较有纪念意义 好那么参加活动很简单 然后也是微博 教大家按赞评论转发 这一个影片原文微博 通常就将抽出一位 幸运观众 送给他们这个 百变小鹰 一边看小鹰 然后一边学法语都好 对不对 好那么呢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一点点喜欢 UtahUtahTV的话 请不要记得Utah一个like 然后帮他帮到UtahUtahTV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阿老婆上视频道 SALUT 谢